哎,大家伙早喽 7月30号,星期六了 周末了啊 我的第四个训练日 也是这个月的最后一个正常的训练日 对我来说 明天是休息日了 不出意外,今天跑完这个月又是整整500公里 还行啊 月跑量维持在500公里已经超过一年了 好像是去年的五月份比赛完 好像是去年六月是第一个月 我记不清了啊,回去看一下 一个月500一年是多少呢 是6000 好像也没有多少,真的 我总说全程马拉松想跑出感觉 怎么着得一万公里以上 我说跑出感觉啊 就是你真的觉得你是在比赛了 而不是完赛 对,比赛和完赛的两个区别 这是继去年冬天 我想到训练和锻炼之后 又一组对比词 好,现在说训练和锻炼的人越来越多了 就是区分的说 回头我再想想啊 今天咱们接着聊评论 做功课了啊 有的时候说身体状态其实是这样 你的心理会和你的身体状态交替影响自己 就可能有时候你心情一般 身体感觉一般 但是其实唯物主义靠和我们说 你的运动能力可能不会有明显变化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身体觉得一般 但是精神特亢奋 那这时候你因为累 你的精神也会有一些觉得难受 这很正常啊 今天北京又恢复了闷热的季节 快要三伏了 还有几天是吗 还是今年有两个二伏 对今天好像是有两个二伏 后来有点刺激 那应该吃两回面 是不是 不知道南方小伙伴们是什么风俗啊 北京反正据我从小家里说就是 头伏饺子二伏面 三伏烙饼炭鸡蛋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不太爱吃饼 就各种的饼我其实都很一般 饺子和面还可以 那天我那茄丁面做的还是有点意思 南北方的饮食差异确实挺大的 就马上五公里了 咱一会儿再聊啊 马上就十公里了啊 出了故宫了 就回评论之前我先抒发一个小情感 周末吧 一般这个季节 或者是再凉快一点 就是说在稍微晚一点的时候 大孩子来看升旗的特别多 我的不成熟的小建议就是 就您大孩子看完升旗 接受完了爱国主义教育 然后有的呢 手里还拿着一面五星红旗 然后您就开一个共享单车 把看着已经不小的小孩 放车筐里 我觉得是有在商榷的 不合适 是不是 小孩什么都懂 基本上两三岁以后 长大了 就有记忆 而且这事是这样 他虽然说出事的几率没那么大 因为这么早车也少 但是呢 一旦出事 就是无法挽回的 对吧 所以大家还是干什么事 安全第一吧 还有骑电动车的小伙伴们 尽量戴头盔 或者骑公路车 自行车骑得快的也戴头盔 那些看一笑会儿 给手机套上套 架在电动车上 还打一个遮阳伞 怕它过热 然后保护的特别好 然后人不戴头盔 得逗 老家我挡一下您的拍照 行那咱开始啊 昨天有小伙伴说在这遇见我了 但是没来得及喊 因为方向不对 下次遇见 再喊一次 我老在这跑 但是现在夏天了 我一般不爱绕闭合的圈 我都现在家那边 往远的跑一点 到这儿 故宫我基本上就是半圈 我就上平安大街了 所以在故宫遇到的机会 肯定是有 但是没有冬天那么高 屏幕上的配速表是怎么弄的 什么软件 就什么东西拍的 这也跟拍摄没有关系 我可以这么说啊 就是原理是 你有一段视频 对吧 然后你还有一个运动的记录的 原文件 记录你这次运动 然后呢 这个运动的这个原文件呢 里边记的是什么呢 是原始数据 像您在手机的任何一个软件上看 你这次运动的记录 展示的样子都不一样 对吧 为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把原始数据 变成了各种图表 那我们也可以把原始数据 变成一张一张图片 透明的PNG 这图片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 呃 马表 每一帧的画面 之后呢 每一帧的画面有了 变成一个动画 那还不简单吗 对不对 然后再把时间线对上 好 具体怎么操作 我没法在这种视频里说了 然后下一个 昨天说的平衡 有的小伙伴提到一个词特别好 就是初心 说跑步的时候 如果是为了跑完以后发朋友圈 或者怎么样 那初心就改变了 这我非常同意啊 就是有的跑者 可能跑出来了 然后呃 带更多的人跑 初心是呃 想让自己 能够回馈这个 其他跑者 其他跑者 也有跑篇的 我也见过 最后就变成了 嗯 一些收费的小项目 还有 越来越极端的也有 所以要时不时的揪 揪一下 不光是跑步 干任何事都是 工作 生活 好些时候都是 呃 量变 变成质变 时不时要看一看 自己 是左 中还是右 调整一下 挺好的 越跑量200的小伙伴 想加到230 并且状态不好的情况下 呃 15公里 415的配速 PB了 非常棒 这就说明一点 就是其实啊 全程马拉松破3 无非就是 417 416的配速 要是保险一点 417 哎 是吗 记不清了 415的配速 还是414 嗯 对大多数人来说 都不难 不需要每个月 跑4500公里 嗯 保守点说 300到350公里 正常的成年男性 破3 问题不大 因为还是我那个逻辑 为什么这只说跑量 不说强度呢 因为 如果您300公里 强度特低 你没有那么多时间 对吧 8分钟一公里 跟4分钟一公里 你用的时间 肯定不一样 然后一个 80年出生的小伙伴 技术人员 跟我一样啊 前辈 从87公斤干到了67公斤 厉害 跑了两年说 这就对 这就是一个生活方式 让自己更健康 是不是 特别好 而且做我们这行业的人呢 都有些轻微的小执念 可能做的更极端一些 还是那句话 我们时不时的往回看 加油干啊 恭喜你 也有小伙伴说 捡了几斤就怎么跑都下不去了 怎么办 就是 吃饮食问题呗 你看我每天一个半城马拉松 也就是1400的热量 1400几口池的就没了 今天咱们去跑五四大街 不上平安大街了 太热了 没有树 就没有树荫 有树 下一个 也是自己拍了自己一段的视频 发现跑自 难看 这很正常 所有我们普通人跑自都难看 我还得特难看 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的 为什么我总说八字脚呢 就我的右脚是稍微有一些外八的 在跑步的时候 我只有在很 很刻意想这事的时候 可以控制 不刻意想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 但是跟几年前比 已经好很多了 控制就会让它变成习惯 加油感 跑自是训练的一个体现 不是一个模仿的过程 忠实推拿 纸上睡了 没捏得特难受 这事是这样 就是大部分 去需要肩颈按摩 或者怎么样的人 年轻人上 中年人居多 一般呢 体重 中等偏上也居多 对吧 那按摩师傅 他就是照着那些人练的 就我这小体格 别说按摩师傅了 家属的手劲 我都受不了 你得上来跟他说 第一轻一点 第二呢 所有这个超线 限制的线啊 超线的动作不要做 安全第一 就按大块肌肉 就可以 他们会 会明白这意思 关于比赛 8月8号晚上有一个 在奥提的 五公里 但我一看是晚上 我就虚了 而且呢 我得坐40分钟的车才能到 犹豫了半天 没有报名 而且我觉得 我这岁数的 绝对速度一半 我给自己的判断是 可能 极限能力 应该在16分50 到16分59 这是极限能力 正常发挥 就是17分到18分 其实没多快 因为你们想 全程马拉松 我的PB是 两小时44 全程的平均配速是 3分54左右 那就是每一个五公里 都在20分钟以内 但是你想再快 天花板也很明显 好多说跟舰的 但是真的很抱歉 我没遇到过跟舰问题 跟舰我觉得有 两三成 跟天生的生育结构有关 剩下的呢 就是小腿力量 和小腿肌肉的弹性 我觉得啊 不专业 可以多做做小腿的放松 试试看呗 怎么洗鞋 下完雨 还有下完雨 下雨选什么鞋 第一是 下雨尽量穿 包裹性好一点的 脚后跟那块 空当别太大 否则你那个 泥还有跌这种树叶 溅到腿上一干 掉到鞋里头难受 然后洗鞋 我就回去洗澡的时候 跟着一冲 稍微刷两下 不用任何 洗洁精什么的 就行了 有一个年轻的小伙伴 出我节目里说 年轻人想认真干这 可以先试试冲击 十公里和半马的 绝对好成绩 说多少算好 我的判断啊 如果您是 到我这个热爱程度 就是追求的东西 咱们是一样的的话 年轻人啊 比较大学生 或者在 二十七八岁以内 二十六七岁以内的小伙子 半程马拉松 不是专业的的话 照着一小时十五跑 十公里就不说了 十公里我不太懂 半程马拉松 一一五 年轻的小伙子 对这事特别热啊 不干专业 就是这样 干专业就怎么着得 一一二 一一一零了 一般一一二 一公里的间歇跑几组合适 这么说 如果您已经到了 需要跑间歇的 或者能跑间歇的能力 那 六组起步吧 或者五组 如果您只能跑三组 两组就不行了 那您现在不需要练紧歇 一公里的紧歇间隔两分钟 建议不要停下 就走路就行 然后一公里的配速呢 几乎全力冲吧 说看我这背心七百多 您哪看的 这直接它有官方网站呀 你去搜一下BTC Running 七十美元一架 满一百美元 美国境内包佑 找一个转运公司 转运费 大概七十到七十人民币左右 就结束了 你一下买两件 但是不知道还有没有货 七十刀是多少钱 五百块钱不到 你在国内买现货 肯定人家是要挣钱的呀 这事挺辛苦的 人家挣钱就是因为 您可能不知道 我说的这个方法 或者是您不愿意这么麻烦 那这钱人家挣的也对 没毛病 然后 回完了 最后说个比赛的安排 明年三月五号 我计划的是东京马拉松 第二次去 但是新赛道以后的第一次 我上一次去的时候 终点还不是这 还是在台场 所以呢 今天秋天如果有比赛 就当成 半测试赛 不会竭尽全力准备 秋天的赛季 行 那差不多都回完了 热呀 大家加油干吧 7月30号 清晨 6点35 星期六 周末 周末没有个好天气呀 看 今天巨闷热 已经湿了透透的 看这背心 这背心还是会贴身啊 但是这个材质 我还是很满意的 今天我们按照惯例 最后一个训练日聊评论 已经说了一些东西 状态还不错 真的还不错 跑了17公里 平均配速4分19 平均心率是153 像这个气温 这个环境 这种这么大的光电心率的臂带 准确度还是可以的 就是和所有观电心率一样 它会有滞后反应 但是一般像我们普通人问题不大 是吧 再用干 小伙伴们 这个月又是500公里 回去看看记录 然后把图贴视频上 好好总结一下这一年的训练吧 行 那就这么着 今天这个天啊 白天如果您在北京出来跑步训练 一定一定一向都注意安全 多喝水 不知道白天会不会好一些 行 夏天还是我们安全第一 然后出行呢 其实说什么的 也是安全第一 大家 怎么说 努力生活 健康平安 还有个好消息啊 这两天 昨天我没注意 从昨天就没有了 就是 我跑遥路线路过好多胡同了 前段时间北京防疫的时候 胡同口都要扫码才能通过 有站岗的 已经撤了 然后 对我的实质影响 就是我们家这小区 以前有三个门 只要一开始防疫 就只他一个 而且是离地下站最远的那个 和离我经常去的地上最远的一个 虽然我不怎么坐地铁 但愿这个能早些早些恢复吧 好吧 行 那这么着 大家加油干啊 我们下个训练日再见了